上海已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装备创新增长级与核心技术测源地位目标,将高端引领数字驱动作为发展主线,力争到2025年实现工业产值突破7000亿元。 高端装备产业的发展方向是,1.智能制造装备,2.航空航天装备,3.船舶海工装备,4.高端能源装备,5.节能环保装备,6.医疗装备,7.微电子装备。 产业优势包括,1.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发展,连续三年蝉联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全国第一,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输出地和智能制造核心装备产业及巨区。 2023年,上海33家单位62个场景,破评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破评工厂数和场景数均位于全国城市首位。 2.航空航天装备引领产业新突破,全球首架C919大型客机首次商业载客飞行。 上海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3.船舶海空装备形成增长新动能,上海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到2025年发布,预计2025年工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 首搜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完成交付及室航。 全球装箱量最大级别的24116TU超大型集装箱船交付。